当你身体出现8个症状你极有可能患上糖尿病 大马的糖尿病患者日遇增加,18岁或以上的患者就多达三六十万人。 很多人都不察觉自己患有糖尿病,直到参与健康社区计划CASPAN时,才知道自己患病。 很多人纵使没有摄取甜食,可是却常喝含有高糖分的罐装饮料,这使得人们在无意中摄取过多的糖分。 大家不只要减少摄取糖分,卫生部也鼓励大家多运动,如每天坚持步行一万步,跑步,爬山和骑脚车。 这样能减低患上糖尿病的风险。 大家也可以考虑每年做身体检查,以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。 想知道自己是否患上糖尿病,你可以看看自己是否有出现八个症状。 糖尿贫,经常口渴,容易疲倦,常感到饥饿,视力模糊,伤口难遇,体重下降和手脚刺痛,疼痛或麻痹。 一型或二型糖尿病均存在明显的遗传抑制性。 一、遗传因素病因。 糖尿病存在家族发病倾向,四分之一、二分之一患者有糖尿病家族史。 临床上至少有60种以上的遗传综合征可伴有糖尿病。 一型糖尿病有多个DNA未典参与发病,其中EHLA抗原基因中DQ未典多态性关系最为密切。 在二型糖尿病病已发现多种明确的基因突变,如胰岛塑基因,胰岛塑受体基因,葡萄糖基酶基因,线粒体基因等。 二、环境因素。 进食过多,体力活动减少导致的肥胖是二型糖尿病最主要的环境因素,使具有二型糖尿病遗传易感性的个体容易发病。 一型糖尿病患者存在免疫系统异常,在某些病毒如科萨奇病毒、风诊病毒、腮腺病毒等感染后导致自身免疫反应,破坏胰岛塑细胞。 糖尿病的治疗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根据患者的糖尿种类及个别情况而决定。 糖尿病主要分两大类。 一一型糖尿病 疑导素依赖形式少数的糖尿病类,只占全港糖尿病患者3%3%以下,患者多为年轻人,发病一般较急速,可能会中同毒,引致身体严重失调。 由于胰致脏完全不能分泌胰岛塑,病人必须长期注射胰岛塑,再配合饮食治疗及运动去控制病情。 二二型糖尿病 二二型糖尿病 非胰岛塑依赖形式最常见的糖尿病。 患者一般为较年长或较肥胖的人士,大部分在发现糖尿病时没有特别的脂状。 很多早期的二型糖尿病人,通过健康的饮食、减肥及适当的运动,就能控制病情,有些则需要口服药物治疗。 一些患病年日较长的病人,需要胰岛塑注射方能控制病情,其中大部分是由于病人胰岛塑的分泌能力逐渐衰退,单靠口服降糖药未能有效地调节血糖。 饮食治疗 口服降糖药叫注射胰岛塑方便,但在选取治疗法时,最重要的是考虑那种方法,才能最有效地控制病情,重点在于疗效而非只求方便。 此外,糖尿病患者较正常人更大机会患有高血压、胆固醇不正常等问题,令他们患上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大大增加。 心脑血管病是香港的第一大杀手,其中差不多三成患有糖尿。 故此每一个糖尿病人都要了解自己的心脑血管病诱因,除保持正常血糖度数外,医药戒烟,控制血压和血脂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